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防污面对面 我是王宇田 台湾对于如何阻挡大陆的统一 其实它心里是有数的 光靠空军还有海军挡不住 但是台湾认为 他们的水下力量 潜艇是能有效反制解放军的方法 只不过 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不敢卖台湾潜艇 所以台湾现在就开始搞了一个自己造潜艇 而且最近还搞成了 搞了一个叫海昆号的潜艇 这个潜艇的成色如何 能阻挡解放军吗 关于这个事 我们请来了军事专家王云飞老师 来跟我们分析分析 台湾的潜艇究竟有没有用 台湾的自治潜艇是9月28号正式下水了 台湾现在军内是兴高采烈 我有这个潜艇了 我的战力大大提高了一步 因为过去那个潜艇实际上都非常不厚了 那这个潜艇就一定先进嘛 其实与大陆的 咱不要说一个别的比 039B型的潜艇比起来差一个档次 为什么呢 这个潜艇它外形呢 有一点仿造日本的那个昌龙级的潜艇 不过昌龙级人家是4000吨 它只有2000多吨 这个吨位和昌龙级差的很多 比我们039也要小 当然吨位不是主要的 别看它像昌龙 可是各项指标比起来差的太阳 首先它没有销声网 现代好一点的潜艇 为了降低噪音 都会在群体表面 辐射销声网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台湾的这个自治潜艇 至少说目前没有辐射销声网 这是一个吧 它的经营水平 噪音肯定会高 第二个它的动力呢 动力就是个裁电 裁电前面有一个基本的规律 就是这个艇在水下闷三天之后 那就再上来喘口气 要么憋不住 上来喘气 同时呢 在通气管状态进行充电 否则这个虚电池它就没电了 它用的也是一个简单的千酸电池 那么这个裁电潜艇加上没有销声网 这个噪音肯定是不小的 另外它又不是奔推系统 舵是S型的尾舵 但是推进呢 还是一般的螺旋桨 那么这几个指标一比一就知道 那比现代的LP潜艇要落后一旦 最关键呢 我觉得还不光是这些指标 最关键呢 你这些兵力能不能用上 台湾为了使自己的潜艇 有一个隐蔽的场所 在台湾的东部搞了一个叫 安东工程计划 是一个洞库的潜艇存储之地 就是潜艇啊 可以从水下进到山洞里面去 也可以从水上出这个山洞 好像是看不见 但是你这个潜艇的位置 大陆是知道的呀 你洞库上面毕竟你还是有 你的基地的暴露的这些场所吗 比如说电厂啊 比如说弹药库啊 维修间等等等等 一旦把你摧毁 你这个潜艇也没有持续的作战能力 也就是说真的到战时啊 你还出去进行作战行动 你连老挝都没了 就是你出去把你老挝打了 你都回不来嘛 对不对 就是打不掉你老挝 我可以封锁你这个潜艇基地吗 所以啊真正的战时啊 我们不能说小事了 它的危害还是有危害的 但是绝对起不了 组个大陆的水面舰艇和潜艇啊 到东部活动 这个作用它是起不到的 而且按照台湾这个国防院的 他们这个研究所的一个说法呢 台湾要造八到十艘 才具有这个阻挡大陆解放军 登台的一个能力 以台湾的这种造舰能力 造八到十艘啊 后来马月去了 到时候啊 这个安东的这个潜艇基地啊 说不定啊 归解放军用了 其实还挺好用的 一五级统没有出路 只有拥抱统一 台湾才有未来 好 本期节目先讲到这儿 欢迎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